分開所以我就會想 那我適合剪那種 劉海嗎 好 不開心 妳請下來 不要多說 快下來 一樣嘛 妳一樣 那一片 那一片 那一片就讓她看那個 好不張喔 對啊 所以老師會覺得 對啊 老師很喜歡 欲勤故縱 我們真的哏作太久對不對 不是 我知道她為什麼 劉海會開 不要 劉海會開的人 是不是因為 她的額頭比較後面 還有生長的方向 還有就是髮量 髮流 額頭比較高 比較高 都有 可是我發現我劉海會開 都是已經到了一個長度 她才會開 就剛剪完 因為妳的自然卷 已經長出來了 已經左右她了 那永兔的條件 我剛剛稍微 檢查一下 它是髮根的地方 接近皮膚的地方 是細軟的 那其實髮量 也不是太足 第一個 妳看我們舊肉 妳看它這個地方 妳看這個區域的頭髮 髮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可以直接 肉眼看到皮膚 那這邊頭髮 對我來講 它即使比較接近 不是都這樣嗎 沒有 每個人 基本上不太一樣 而且她還沒有結婚生小孩 她結婚生小孩 這塊的 看分線 妳就知道她結婚生小孩 沒有 因為 就是我們可以用比較嗎 因為生小孩 一般妳來... 妳來促整一下 快點 對啊 看一下我們媽媽生小孩 生小孩 像永兔的條件 永兔的條件 因為她年輕 你看她現在就有這個狀況 細軟髮 髮量少 那如果今天她生產完 經歷過像產後的問題 她就會有落髮的問題 所以這邊頭髮就會更少 所以每個女生如果經歷過產後的話 都會經歷過這個過程 那她呢 她呢 亦凡呢 她怕她一剪流還會更圓 其實不會 對啊 其實不會耶 因為啊 其實... 我怕我爸會認不得我 妳應該會變更正 因為其實啊 我找了一個 就是我今天要幫她剪的樣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很適合她 是不是很適合妳 有啊 可能 可能 可以 因為其實啊 妳確定剪完... 剪完不會變菲菲 不會啦 因為其實 Eva她的頭髮其實是 一樣就是像老師講的 其實她前面這一段是比較短一點點 妳看她只有這樣短一點點 沒錯 所以等一下我們幫她剪的瀏海是要 藉由後面的頭髮來往前 然後讓她有重量掉下來 她就不會開開的 對 那如果是照她原來的髮量 那她怎麼剪一定會開 就沒有那種厚厚甜美的成熟 對 不錯啊 我覺得她剪瀏海... 好羨慕妳喔 對 對 好好喔 對啊 而且她們兩個默默的 我幫Eva做的 剪完那個瀏海 還是在上面的地方 會幫她做一點點假的層次 因為假的膨度 其實藝凡 其實她都很好 但是就是前半部這個地方 她很容易是往前的 那就會讓這裡沒有那麼有膨度 那等一下我們幫她做一些層次 在上半部的話 其實她的臉型就會完全不一樣 對 側面會比較好看 會有同鬆感 會 好 不是 不是 她眼睛瞪好大 不是 妳們眼睛本來就那麼大 我沒有在瞪妳 這句話好熟悉喔 這是妳的新鮮嗎 我覺得已經上面 這裡幫她剪那個 甲 甲厚度 甲厚度已經出來了 那妳就會發現其實她的頭 就不會像剛剛是這樣 這麼小 對 然後其實她後面的髮量很多 可是前面的髮量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現在妳從側面看的話 我們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你自己要在家裡剪 你怕就是剪起來會很呆的話 你可以在最上面這個地方 自己拿一搓 然後起來把長度剪掉 因為它放下來就會有自然的膨度 真的啦 就是只要這個地方就好了 這很難幫 因為不然你們剪起來都會齊齊的 就會比較齊齊 隨便一搓 就中間 妳想要膨的這個地方 對 不會剪壞 不會 我們可以試看看嗎 可以啊 我們可以來試啊 妳知道情況 OK啊 沒有 有必要這麼殘忍嗎 不會 因為我會幫妳那個修整 對 我會幫妳修整 然後因為其實等一下啊 我們剪完 等一下會幫她用一點點 頭髮會有點弧度 那她這樣子她的頭看起來 就不會 就是這裡那麼的寬 對 就不會那麼寬 然後邊邊我會幫她 再做一點點層次 一點點去做銜接就好了 而且有瞬間年紀變很小 對 而且臉變得好順 對 以前那個顴骨比較高 以前是多卡 不是 之前有顴骨比較高 但是現在整個臉是順的 對 我們在她裡面頭髮的內部 靠近臉頰這個地方的頭髮 我們先分一小塊 也是先剪短一點點 因為這可以幫她做一個很隱形的效果 然後上半部比較長一點的話 她就這樣蓋下來 好小喔臉 對 她的臉就會變得瞬間很小 而且很尖了耶 對 而且她即使是側面 其實我們這樣子 我們剛剛幫她做的那個隱形的瀏海 就會蓋住她的太陽雀凹的這個地方 你看她的臉型就可以很立體 很穩 對 就不會是像比如說 你旁邊接很多層次的人 會覺得你綁了之後 這裡會光光的 對 所以呢我就剛剛在裡面幫她做了一個 小小的秘密 就是小型機 比較短的蓋在裡面 那上半部比較長 直接下來 那你放下了也可以 或者是你綁得這樣子也可以 你變超年輕的 那整個臉型 不管就是在側面 然後頭型也可以起來 或者是正面 尤其它正面的效果會更好 正面效果會非常好 就是你看這一邊有蓋的 跟這邊還沒有蓋的 我這邊還沒有幫她做那個小型機 然後因為這一邊也是 比如說剛剛還沒有做那個小型機 它這裡就空空的 就會開掉 對 所以呢我們就是幫她做一個小小的心機 然後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是要開始切 眼睛閉起來 對 我都不知道瀏海那麼重要 瀏海很重要 它就算是門面了 你看它這樣子就沒有動 你看它的側面 就沒有動 它就自己都有弧度 那我們綁的時候 你看它那個空空的 本來是在這裡的空空的 它就不會有 那我剛剛講說剪上面這裡的頭髮有沒有 就是上半 上頂部這個地方 它自己就會自己這樣掉下來 因為它在頂部 所以它會往左邊掉或往右邊掉 每一個人都一樣嗎 都一樣 因為頭髮是 你最上面頭髮 你剪完它一定會往下垂直掉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一個地方 就是在你的頭的中間 上半部這裡 然後它也可以讓你側面的膨度 這裡 這裡是我偷偷剪的 就是假 做假的膨度 它也可以有那個膨鬆度 那綁頭髮也可以比較美一點 不會那麼光 然後就是用這種梳子墊棒 先把它的髮剪 每一次洗完要這樣凹嗎 不用啦 只是它原本這樣就很好看了 只是我想要它有不一樣的效果 對 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嗎 現在要變另外一個喔 不是啦 給大家看一下它有一點點彎的效果是什麼 所以它剛剛剪完了 那也是 對啊 就是說洗完頭吹乾是一個效果 對 有加彎彎的是一個效果 對 所以你本身那裡有在賣這個棒子 沒有 這個各大百戶公司都有 好了 怎樣 我們兩個一直在那邊murmur 好 所以其實呢 它可以往兩邊都可以去剝的 那其實我會建議它整理的時候 有時候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剝的時候 它會變成好像兩層 就是可以有兩層的效果 或是你剝過來的時候 也可以是往前 那你自己的話整理的話 一樣是全部往前剝就可以了 就不太需要去把它抹 什麼造型產品都不需要 那或者是你 那我吹頭髮 吹頭髮全部 就是老師剛剛講那個 側面嘛 然後吹風機在上面 手直接這樣往下吹 就可以了 但是劉海還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大家如果吹的話 一定要左右兩邊 就是左邊的頭髮往右邊剝 右邊的頭髮往左邊剝 因為那樣子啊 它的那個根部會比較潑 才會潑 對 才會鬆 不然你們全部如果往前指的話 你到時候它講 會變GG那樣 對 不是很多消費者不知道 對 他們還是會問我們 所以就是 死死的 英邦邦 就是大家都還是會 它頭髮好有律動感 現在喔 那邊動感歌 很像第一張的阿妹 對 那時候 很彈跳的阿妹 就是這樣子耶 很脆 而且感覺它綁起來也很好看 對 這個綁起來也很好看 而且它綁的話 其實我還滿建議義反 就是你綁 綁 你扎起來的時候 這裡一定要這樣剝 因為我幫它剪的是 這裡有一些假的層次藏在這裡 所以呢 你綁起來的時候 這樣子 然後 一般通常扎起來 女生會 就是頭頂會死死的嘛 對 而且這裡會開掉 對 扎起來好好看 這樣對不對 你全部扎好了 然後呢 你的側面 剝 它這裡就有鬆度 對 然後側面都不會 正面也很好看 剝一下 反而臉型會比較小一點 對 而且很尖 臉型會非常尖 OK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威靈老師 則是幫一般修剪出斜瀏海 藉由斜瀏海的線條 修飾並創造小臉的視野效果 喜歡甜美派的女孩們 也可以試試看這樣的瀏海喔